好 接下来婆婆妈妈要特别留意了 萧姬汇她们抽烟全台的蔬菜 她们发现36件的甜豆还有碗豆当中 竟然只有一件是合格的 其他全数都农药超标 专家的说法 吃太多的农药的话 长期下来对身体的免疫系统 一定会造成影响 大火快炒秋冬生产的甜豆碗豆 成为餐桌上美味料理的菜肴之一 但萧姬汇抽查六毒量饭店及市场四类蔬菜 结果发现18件甜豆匣 全都检验出残留农药 不符合限量规定 合格比例为零 农药进去身体的危害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会对你的免疫系统 第二个持久的话 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会造成致癌 农药不只伤身还有可能致癌 因此萧姬汇提醒民众在烹煮之前 最好嫌疑流动的清水冲洗根部 或是果地之处 浸泡10到20分钟 再以流动的水冲洗二到三遍 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 先用这个清水先去冲洗 那当然你要冲洗 主要就是它在它的这一个 根地部啦 就是叶甲跟那个地的那个地方 别再让蔬菜里残留的农药 害民众吃下肚 萧姬汇呼吁政府建立边境检验机制 针对相关的检验资讯 整合到食品云端系统 提供给消费者查询 从源头把关不再让有毒食品 对大家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人家为是李如李奇台北参夫道